书有这么严重到要他下台吗 真正下台的原因就是那背后的黑手 可是阎明现在却接掌了国防部了 使得整个部会来说 又回到了整个军系的体制了 我必须要讲 其实廖文宗先生跟杨念祖 跟李祥宗 甚至于跟高广岐他们三个都认识 你说的杨廖文宗 就是之前帮杨念祖代笔的那位 写文章的 因为廖文宗先生已经过世了 正如同洪仲秋已经过世了 什么事情都不要推到他的身上 还有其次 如果杨念祖再不下台 我刚刚讲过 还有第二篇还有第三篇 因为一定要把杨念祖弄下台 对一定要把杨念祖弄下台 我虽然不会说是阎明 把杨念祖弄下台 但是我要告诉我们新任的国防部长 阎明先生 我会管洪仲秋这个案子 完完全全是你一手促成 因为我想过 本来杨念祖上台 他透过我们共同的好朋友 希望我嘴下留情 不要为难国防部 给他一点时间来处理洪仲秋案 我那个时候 直接了当跟我的朋友讲了一句话 我是说最好他跟高华筑部长共进退 在前天我也在户外开讲的时候 我也预言他干不久 这个人很大坦 他居然敢跟有华哥您这样说 他要影响媒体 对他要影响媒体 但是我管定这个案子跟阎明 百分之百的那有关系 这个看看高华筑7月14号回国 高华筑没有回国以前 邀请所谓名嘴于电视节目上 发表不实言论 诋毁国军国防部 对此深表遗憾与抗议 未来不排除于案件 证办告一段落 对发表不实言论之 人员提出告诉以正视听 我告诉你 罗淑雷委员亲口跟我讲 好 国防部告的就是我跟彭华干 还有中天电视台 严明 我现在我让你听清楚 我今天也收到台北地方法院的函 你已经不是君子人员 你是国防部长 那你必须你要办退役 你是文职的国防部长 我告诉你 严明 我告你 你告定了 为什么我告你告定了 请问 我讲洪仲秋案 讲到今天 什么地方讲错 请你指出来 什么叫错 发表不实言论 诋毁国军 不要脸 人 洪仲秋这个人 是我诊死的吗 是你们军方诊死的 况且 不要忘了 洪仲秋是属于军令系统 它并不属于军备系统 它也并不属于军政系统 是你军令系统 严明 你在高华柱回国前 你发表这一篇 你是不是想要激化我 或者想要让我封口 我告诉你 我不会让你如愿 为什么我不会让你如愿 道理非常简单 当你向高华柱报告 第一次报告 请问你 你向高华柱怎么报告 你曾经干过高华柱的参谋长 你是高华柱一手提拔的 你也知道你享受他个人对你的威胁 第一次报告 是 怎么样 一个学生中暑了 紧闭式的一个中暑了 然后到了最后 好像是紧闭生是热衰竭 操练中暑第二次报告 对 好 高华柱没有回国 高华柱收到的都是这种讯息 谁挡了陆军总部的报告 调查报告 就是你阎明嘛 挡了 一直挡到礼拜六嘛 那阎明究竟是知道洪仲秋是被操死了 还是故意要把整件事情转还 变成让大家都不知道真相 他是想转还 况且他要封我的口 但是阎明 我现在跟你讲 当你接任部长 你就等接法院的船票 我一定告你 什么叫做不实报道 什么叫做以正视听 你今天把案子处理成这个样子 你还好意思干国防部长 我也要劝告马英九总统 你是位居三军最高统帅 一个礼拜三任部长 中华民国前所未有的事情 你居然你还是请阎明 那就对不起 阎明 我们就拿红纵球案 我要跟你杠到底 还是说马英九根本屈服于军方的压力 非得让阎明当国防部长了 他有没有屈服 那我不知道 但是阎明 你要运作军序立委 对我个人的诋毁 那我接受 但是你也不要那么酸 我必须 我要告诉你 这个里面还有很多事情 我们要好好的谈 为什么 除了今天法院给我这样子 他是说 如果升任国防部长的话 因为文职人员 那我可以告诉 还有一个 陆军总部也会反扑 所以阎明担任国防部长 我坦白来讲 是问题的开始 而绝对不是结束 这个里面 他分成了四个原则 第一个 我想军医院是哪一个人管 阎明是不是空军三冒通常 空军呢 对啊 那送去体检的813是空军医院呢 好 那我现在告诉你 我的消息 第一手消息就来自813 那我是给你下台阶 你们是给脸不要脸 我现在坦白跟你讲 我知道何江忠 我知道义务室 我也知道什么 两个室官长 还有一个医院里面的行政室官长 对 就是义务室嘛 居然曹金生说813没有这个编制 既然没有这个编制 那曹金生 你赶快向严明报告 没有这个编制 没有没有没有 他们昨天前天的时候 可是又派了大批人马 前往813医院了 对嘛 就是给脸不要脸 这个是你自己弄的下场 听着我们的新闻龙卷风之后 才知道怎么走啊 好 第二个 阎明你还算是一个军人 你还有点骨气 你就告我 我们到法院讲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我必须要告诉阎明 你要临时入军 你不是用这种方式 这是跑者 那第四个 你什么时候给我们洪仲秋的答案 就是说动机是什么 何江中到底做了什么事 我现在坦白跟你讲 我现在正在查何江中的串政 其中的我已经查到了 我还有两次的串政 我会告诉国防部长 他们的串政 是不是你们蓄的纵容 看看事情发展到现在 阎明从这参谋总长升到了国防部长 但严明能把这个案子办下去吗 其中整个过程当中 参谋总长一定是最了解 而严明 你是否想要在官官相互之下 把整件事情化为乌有呢 不过要化为乌有钱 你要先把那四个交保的人 先好好想一想 叫他们不要在外面到处爬爬灶啊 看看范左线被这五八四旅管制 结果有管制吗 晚上十点以后 八月三号晚上十点后 这军营中洗了灯 范左线回到了五四二旅 还进到了旅司令部大楼 他跟了谁说话 你想也知道嘛 但是呢 跟那个人说话完之后 那个人今天可是早上啊 又被这军事法庭给传了 到了军高检去了 去了之后呢 出来啊 居然还用车要撞人啊 何自啪啪照 还飙车咧 你我们来看这个画面 多惊险啊 那你跟他讲啊 副旅长何江中 他去早上去出庭 对不对 好啦 结果他要离开 他不想被拍 不想被拍也没关系嘛 你玻璃这么黑也拍不到什么啊 结果你看他突然加速 然后你看那个摄影 你看他脚差一点 差一点点 他脚是不是差点被车撵过 就差一点点 来看他办法动作 我跟你说 你看你再看一次 有没有 何江中坐在后座 然后驾驶兵开了车 然后突然往这个前方 开过去的时候 就在那个转弯的时候 结果呢 虽然没有压到那个摄影的脚 可是把摄影的脚 架 撵歪了啦 我要跟观众朋友讲一件事情啊 军人的生命是什么 枪跟枪架 记者的生命是什么 肩膀上那个摄影机也被撞到了啊 还有就是 扛摄影机的那个脚架 是啊 我跟你说 如果现在军人是他的枪跟枪架 你去把他抢过来 你去毁损他 他会怎样 他会杀了你 他会跟你拼命嘛 对 同样的 但是我们记者不能跟他拼命 因为他是军人 你现在想起来他是军人 当然啊 军人 我今天讲 如果一个军人 他今天并没有什么出庭 没有这些事 只是单纯今天开车在路上 这样开车撞到人 那也会是大新闻啊 对啊 因为军爱民 民才会禁军嘛 如果他还是三颗梅花的上校 那更是大新闻啊 三颗梅花那就有点嚣张 那何况你现在就已经在风口上了 结果你怎么在风口上 行为也不收敛一点 所以你刚刚讲 你说法官交保 让他出来爬爬照 我觉得何止是 我觉得根本法官 想都想不到 把他放出来 他竟然是开车要撞人啊 众虎归山嘛 好啦 讲到何江中 你看看 你看看那个VCR的这个 里面的这个行为 观众朋友 你现在这画面 你记清楚一点 你再来看看 何江中之前 有没有 269旅 瞧禁闭是从未 你瞧的 你不关他 我就关你你说的 狂吹狂 这个 光猴中秋禁闭的公文 6月27号那天 你让五四两旅的 旅布连 为了办这个办法都快哭了 和269旅说 哎好好叫狗 对不对 好 这些的行为 在对照观众朋友 我刚刚一直要请您 记住的那些画面 你突然会觉得豁然开朗了 这就是他的一个风格嘛 对啊 那么为什么这次 军检要提抗告呢 我说真的 我非常不想讲 军检办案的进度 或者是内容 有在参考龙卷风 我真的不想讲这个 因为媒体的责任是监督 绝对不能干预办案 但我必须要讲的是 就这么巧啊 观众朋友 军检他抗告的裁定 说有两个内容很重要 第一真人A出现了 真人A啊 他说8月2号 出庭变称范左线等三人 于7月7号和7月9号 曾经参开串共大会 我刚刚为什么说 我刚刚为什么说军检的 出来了 你看 我为什么说军检的抗告裁定书 还真的跟我们龙卷风的爆料 一模一样啊 因为早在一个月前 我们就说了 X就说了 友华就说了 碰花干也全是了 大家都已经清清楚楚了 但是友华有讲到咯 还有第三次串共大会哦 对 我跟各位讲 你看就是这么巧 没错 全台湾最巧的事 都发生在7月跟8月 还有第二个 军检抗告裁定书的重大理由 就是范索萱的交保 是不是跑到了 五四两旅 8月3号那一天 什么号称说 是他的什么姐夫 什么带他去 对不对 这个军检抗告裁定书 是 是今天才出来了吧 你应该 这一两天出来 你不可能会看过嘛 对不对 你不可能早在一两个礼拜前 你就知道了嘛 对不对 你是不是比军检的抗告裁定书 还先说了这一切 有啊 因为一交保完 X就在 X他就直接说 这范索萱没事都在军语里面 啪啪噪啊 对啊 他说了 才有这个吧 跑回他的寝室去拿了东西 后来又跑去旅士林部大楼啦 我跟公安中朋友讲 不是我们龙卷风神 因为真相只有一个 我们掌握了真相 所以现在真相 君姐 你看到也知道了 拜托拜托 这次君姐 你要争气一点啊 军事法院啊 在今天晚上 可是开着这鸡鸭亭呢 想想看 三个人等 何江中 徐庆镇 还有范佐线 他们在明天早上 能够在这营区里面 继续吃他们的早餐吗 还是 就乖乖地待在这 看守所里面吃呢 但是啊 五四两旅里面啊 其实问题真的是多多呢 为什么呢 因为洪中秋 戳到了一个点 那个点跟这个有关 跟这个有关之后呢 问题可就大啦 但是跟什么有关呢 军品料件 还有油料 有绝对关系啊 提南生在去当兵的这个途中 不只会经过什么联勇啊 汉光野袭这些东西 还有三军连续 没有错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旅足简啊 联足简啊 军团简啊 高庄简 没错 这高庄简就是考验大家手工艺跟 埋东西的一些技巧的一个时间啊 一部战车一定要把它漆得亮晶晶的 连那轴承上面都还要漆上那 美美的红点点 其实不只是战车啦 可能连枪啊那些东西都要 你要去复制一个很相似的东西 放在那边给它做检查 来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 五四两旅五支电瓶的故事啊 这是什么故事 这是我们本身在当兵的时候 在五四两旅里里面遇到的一个故事 原来电瓶还有故事可说 没有错 就是在去年的时候 大概在军团简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待在单位啊 突然发现说我们整个战车连 新典之后 我们这一连的战车里面 多了总共相信五个电瓶 什么 高庄简前 你们突然发现多了五个电瓶 没有错 那不是很好 装备多一点 摆着备用啊 大家都觉得 因为这些东西平常申请 你也申请很难 那你有多 就是很好 但是在军中有一个规定 你有东西要多了 你要往上报 你要报回去 这个手续很麻烦啊 所以说最后大家为了要 享用的时候可以用到 然后又不会被上面查到 有多了这个状态 所以说最后大家都必须要去 把这些东西给藏起来 那怎么藏呢 拜托 电瓶那么大 尤其战车电瓶 战车一个电瓶 好重啊 这么大一个 跟卡车那个电瓶一样那么大 你怎么去藏这些电瓶啊 对啊 我就跟大家说 一个我们国家的那个M60N13或CM11战车 它其实一个战车里面会用到六个电瓶 但是有多的时候你就会遇到情形啊 那多了五颗电瓶怎么办 长官就会叫你去把它处理掉 怎么处理呢 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故事啊 我不能放到仓库去啊 不行 不行放仓库哦 放仓库问题会很大 因为高中前的时候呢 军团啊或者是总部来检查 万一发现这仓库里有五颗电瓶 就事情大掉了 要是发现这五颗天都黑一边啦 真的啊 这么严重啊 所以我们再讲一个故事啊 那时候在五四两旅的时候 就是因为有学长多了这五颗电瓶 那怎么办 连长就说 你赶快去把这五颗解决掉啊 怎么解决呢 那个学长就把这电瓶拿去哪边 拿去战车掩体旁边 战车掩体就是在山上嘛 然后里面是山洞 所以说你要嘛 你就爬到掩体的上面 那个隧道的上面 你去想办法挖土 把这些埋起来 你是说在那个战车掩体上面 山壁旁边把挖了个洞 把电瓶藏进去 大家不要小看挖土这件事 挖土这件事非常的耗体力啊 而且军中的土工器具 设备不是很好 而且电瓶有那么大坑 挖一挖你不只洞要挖的大 你土工器去挖一挖还坏掉 挖到断掉 就自己还有可能受伤 最后这学长挖了四个之后 他真的受不了 他太累了 他想说